大家好,我是老邓 今天由我来做这个开场白 我们今天去自贡看灯会 自贡灯会被誉为全世界最大的 最豪华的一个灯会 看到前面看到灯了 看到一点点灯的远处 我们可以在这扫码购票了 自贡灯会位在四川省自贡市 现在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史籍的记载 唐宋时期志贡地区 就已经有新年燃灯 元宵节前后张灯节彩的习俗 依此延续至今 哇 好漂亮的花灯啊 好漂亮的花灯啊 好漂亮的花灯 好美啊 好漂亮的花灯啊 很漂亮的花灯啊 但是我们要买了 一带快点 一带快点 超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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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美丽的 超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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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总是要来到自贡 看这个彩灯 自贡号称天下第一灯 果然名不虚传 特别的漂亮 我们已经来过好几年了 今年的彩灯听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我想吃串 自贡灯会的行程是在明清时期 在当时就有湿灯厂室 灯干节等活动 本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去年自贡花灯是取消的 今年也差一点点 只能够线上欣赏 无法来到现场看这个花灯 那还好 内地的疫情控制得太好了 所以我们才能够就近的来 欣赏这么漂亮的花灯 这里 从这个角度看 也蛮漂亮的 哎呀真的太美了 我发现我今天特别的瘦 不信你们看 来老这帮我拿着 老邓帮我拿着 好啦 好一点 快 是不是特别瘦啊 现在带大家来看看自贡采颜的一个特色花灯 在这里哦 这里 这就是自贡产井岩的一个工具 现在由我们最爱叨叨念的老邓来为大家科普一下 交给你了 好了 现在来到老邓的一个科普时间 自贡呢 也称之为岩都 也就是说自贡这边呢 以前是产岩的 包括现在他也有在产岩 那只是现在岩产量呢 比较少而已 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蓝色的架子 这个花灯 就是以前自贡产岩的那个架子 他们在那个架子下面呢 是一个岩井 就通过架子把那个取那个卤水的那个管子 还有那个钻头 从那一节一节的放下去 那这个呢 真的是很佩服古人的一个智慧 那从现在的这个花灯上面呢 可能看不出太多的东西 等以后我们有机会去那个自贡的岩博物馆的时候呢 我们再几次的给大家介绍 老邓的刀刀时间 这次我要不要把它快转 你猜 哦好香啊 看到肉串我就肚子饿了 不要以为我们低碳饮食的人是不饿的 其实会馋 会馋 嘿嘿嘿嘿 吃烤烤烤 吃烤烤烤 这人要吃肉串 吃白 出来就是要逛吃逛吃 还好玩 来自贡呢 有一个吉祥物 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吉祥物就是 恐龙 自贡缠了很多恐龙化石 后来我应该拿着 你要刷牙吗 帮你刷牙 他们不喜欢刷牙 但是或许你可以借他们口罩 你脖子不舒服啊 他脖子不舒服 他脖子不舒服 现在来准备要来去看自贡花灯 最让人惊喜的一个地方 就是侏罗纪区 有什么惊喜呢 来看看我们侏罗纪的一个大美人 他这里呢还有恐龙百科 所以不要光只有看灯 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恐龙百科 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 那边有一个西兰花 美女 她眼睛还会眨 她眨眼睛哦 看没有 不要不要 不要吗 我再翻一旁 那也不要 很像水母 嗯 这边也有接驳车 如果说有一些长辈呢 走不动的可以搭乘他的接驳车 嗯 花灯已前瞻 krudlo 鹍鹅 美年 哦 喔 树花稳暗 灯上了光文转 交易上卧 蛤 它锅 它锅 点不动的 多了很多一些比较可爱 比较有趣的一些元素 它这个灯呢 还有一些是孩子设计的 所以充满着童趣 可爱 所以呢 如果说你也有设计的细胞的话 也许可以来参加这边彩灯的一个设计比赛 也许下一次 下一届的彩灯就你的作品 对 像不像一笼一笼的薰衣草 看 紫色的 充满着想象力 对啊 这谁都能说 小孩子都一二年轻的一种 对啊 特别的好看 真的好好看 你是什么表情 中六的表情 对啊 特别的好看 对啊 特别的好看 但是這個燈會其實這麼的華麗這麼的漂亮 其實很鼓舞人也很鼓勵到鼓勵到我 所以如果你要是有機會的話真的可以來這裡看看 如果要是離得很遠沒辦法來這裡看 看我視頻吧 大家經歷了去年種種的不愉快 這場燈會就像是一個鼓舞人心的party 每個人在這裡非常的快樂非常的雀躍聽到了就是種種的驚嘆 儘管原先是在正月十五而舉辦的燈會延遲到這時候 但是大家歡樂的心還是不成的改變 每個人在這裡都是歡樂的都可以找到自己童年時候賞花燈的快樂 它這裡還有一些互動區 就是你可以在這裡呢玩一些遊戲然後做一些互動 所以有很多小朋友特別喜歡來這裡 便宜受到養部工作室 然後一開始了 如果今天還要睡覺 我應該要睡吧 所以我就是要睡覺 一定會對你 很緊張 有些人 就算 Tem了 幾個月 一陣子 然後 大家 在这里呢不管你要科技感 要电竞感 甚至要这种充满甜甜的 少年回忆学生回忆的花灯 主题花灯都有哦 看那紙飞机上面还有那个什么 学公式 自己喝的 配上鲜的这首歌真的很适合 大家配上鲜这首歌真的蛮搭的 都是满满学生时代的回忆 我们想大概试试 我们想在上面看得到 他一直要大家看空间站 没有其实我看那个 这一片的区块呢 应该是介绍的一个 应该是航天技术的一个展区吧 这一方面各种包括 刚刚我刚才看的一个空间站 那个银河细化太阳系 那个各种星球 然后那边还有我们那个宇宙飞船 长城运速火箭 直男就一定要给你们科普 不是直男是工科男 工科男就一定要给你们科普 他一定要给你们科普了 他才会高兴 我只是感觉这一次的那个灯会 比较比较跟我们现在一个国家 一个实力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合啦 就展示我们目前一个各种科技的 一个先进性 蛮好的 蛮好的 小海一连梦大人缺少 小海一连梦大人缺少 小时候我很喜欢这种颜色弹珠 玩得很单身弹珠 在这里呢不管你是希望要浪漫的星光 要美丽的月光 或者是要热闹的摇滚 要可爱的童趣 在这灯光里面呢各式各样的主题都非常的多 真的是太漂亮了 说一句真实话 我看过很多的灯会 包括两岸的就是台湾的或是内地的 我不得不说自贡灯会真的不会是天下第一灯 这一支都太棒了 以前呢自贡灯会是在过年的时候开源的 就是过年前开源的 然后会在元宵节的时候 是最高峰最高潮 那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呢错过了元宵 但是没有关系啊 今天一样看到美丽的月圆 仿佛在元宵一样 实在太幸运了 自贡灯会真的太漂亮了 有些人爱到往事 结果落得一把土地 有些人永远在重庭 却只差一步去离 却只差一步去离 问时间什么就没地 爱情觉得是个积极 我明白以为有一刻寻 在远方等我靠近 我要找到你 不管能备东西 只却会给我尸体 若是爱上你 别问什么原因 一眼就能够认出你 时间什么就没地 爱情觉得是个积极 我明白以为有一颗心 在远方等我靠近 我要找到你 不管能备东西 只却会给我指引 若是爱上你 别问什么原因 一眼就能够认出你 我要找到你 喊出你的名字 打开幸福的歌词 让我找到你 让我找到你 说真的要回家了都还有点依依不舍 哎呀 真的太依依不舍了 太美了 灯慢慢关了 今天的灯会 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自贡灯会真的是太棒了 每次都没有让我失望 还喜欢我今天的节目吗 喜欢记得关注我 几度了 等你生活 四川好好耍 自贡灯会一定要来哦 拜拜